你还敢跟着扎扎乎乎的 你是什么人 你是什么人 你连我是谁你都不知道 你还敢跟着扎扎乎乎的 我把辣 是 你要干什么 你出路滚远点 小心我逼了他 你可别乱来啊 敢吓我枪 你也不把耳朵洗干净了 打听打听 有几个人敢吓我余老三的枪 你就是余老三 正是 把钱包下 说说吧 你是什么人啊 是李万中的手下呀 还是田木的狗腿子 老三 老三你可不要乱来呀 这位是八路军的首长 八路军 八路军我见多了 还没见过这样的呢 余老三 我告诉你 我是八路军黄河纵队的政委 陆一达 你这是汉奸行为你知道吗 这话听着倒像是八路军 行哪 跟八路军能搅和到一块啊 我跟你说实话 我在日本人和李万中手下混不下去了 我早就想跟着八路抗日了 你说 在这个时候 我能害各条沟的人吗 我不等于自掘坟墓 自己堵自己的路吗 他今天又唱到哪一出啊 鲁正伟是我请来的客人 行 八路军有眼光 连这群样的你们都能收了 真挺好的 叫他走 陆正伟 要是八路军 那是七十年 三十年 我们都能不能打开 马上 大人 哀 大人 你真是 怎么说 把小天 还是家里睡得踏实了 一小的时候我就抱着你 睡在这场坑上 那个时候你跟我可亲了 现在呢只能远远地看着你 也只有在你睡着了 我才能跟你亲近一会儿 在我走之前 能跟你这么静静地讨厌我 我也满足了 你也没有人 你真的可以 我满足了 我满足了 你也没有人 我满足了 我满足了 你也没有人 来 难过了 现在心里不好受了 我就没见过你这么当娘的 非要把自己的轻骨肉 把别人那儿推 完了自己还伤心得不行 生了俩娃还这么傻 我乐意 走车 去屋里把包袱拿出来 咱们走 给 给我钱干啥呀 我不要你的钱 拿着吧 这是你闺女孝敬你的 舍娃给的 她咋的 非让我给你 要说你们不是娘俩 都没人信 一对活吧 老你管 我见着你闺女了 我见着你闺女了 你真好 跟着共产党 跟着八路军 有出息 莲花嫂子 你就放心吧 老鲁 好消息 来 坐 上官开机 已经答应亲暗同名 参加我们的队伍了 没什么条件 有 来 坐下 他提出来啊 他的部队保留原建制 他还当团长 我觉得保留原有建制是可以的 但是必须要把我们的人派进去 没错 上官开机的自卫团鱼龙混杂 他们的内部乱得很 所以我们一定要加强 思想政治工作 这个我已经考虑了 老白 我看你需这个团兼政委怎么样 你的思想政治觉悟高 教育和改造好这支部队 所以这个任务你能完成 好吧 我服从组织的安排 还有一个好消息 山官开机 答应配合我们 铲除住所的十门镇外的日本人 为各条沟的乡亲们报仇 团座 咱这回真的要当八路了 是啊 这件事的全过程你不都参与了吗 还能邀请啊 八路答应我还当团长 另外兼任黄池抗日县政府的县长 你说这不比带小鬼子和李婉中手下 当他们受气小媳妇抢 我还是点反应不过来 我瞧你这点出息 我给你个营长干干干怎么样 不用 营长就给我表弟干吧 我就跟着您就行了 也好 不过你们还得帮我去办件事啊 您说 到石门口的鬼子炮楼探个虚实 争取让八路把这炮楼给端了 咱们也好安全转移 好嘞 许根泽有个亲戚 在石门口去点给鬼子做饭 他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 这帮小鬼子吃饭的时候 都要把他们的军装和马靴给脱了 换上和服和木鸡吃饭 如果咱们选择在这个时机动手 肯定能打他们个措手不及 石门口去点有多少敌人 日军的一个小队和自卫团的一个营 为了保密 他们参加八路军的事 还没向下面宣布 我们只是给一个营长掏了耳朵 现在这个营长也向我们保证 战斗打响以后 绝对不会让他的手下 向我们开一枪 有没有领外合的可能性 上官开机的部队人虽然不少 可很多都是跟着混饭吃的 他们根本就没有作战能力啊 我现在特别担心 如果战斗打起来 他们不但不会帮咱们的忙 反而会坏事 是啊 一旦战斗打起来 是不能指望他们的 现在还有一个问题 你们看啊 这个石门口距离石门镇 只有不到五里路 如果打起仗来 咱们不能够马上解决 那他们的援兵很快就能赶到 就要消灭石门口据点的鬼子 又要把新一团的一个营 接出来顺利带进黑虎山 还不能让田木咬住我们 我们必须速战速决啊 报告 进来 司令员 这位 刚刚得到消息 石权载的余老三 准备带着他的人去打石门口 余老三也要打石门口 消息确切吗 确实 他们已经在准备了 必须阻止他们 石泉寨的护寨队 虽然有一定的战斗力 可攻坚能力不行 到时候打起仗来 他们一昧地胡拼乱打 不仅会影响我们的战斗计划 还会给他们自己 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 老哥 你跟老鲁屋继续部署 我马上赶去石泉寨 好 这是我们的家事 贵君就不要插手了 但是小爷已经被你杀了 有些猫猫高狗也是该杀的 好吧 你有把握打下石门口据点吗 有把握要打 没把握也要打 我余老三说话那得酸话吧 这可不是你余老三一贯的做法 在我的印象里 你是一个善于思考 善于用兵的人 这种没有把握的事情 你是不会做的 你别静跳好听地说了 石门口鬼子的驻军 虽然不多 但他们的攻势非常牢固 隔着五里路就是田木的部队 他们的武器装备和作战能力 要比你们强很多 不 如果你在半小时之内 拿不下石门口据点 就有可能被田木的部队包了饺子 到那个时候 是你取日本人的脑袋呢 还是日本人取你的脑袋 还两说呢 一旦你激怒了田木 他舍了命和十全债拼 用全债的几千口父老乡亲的身家性命 换一句承诺 你觉得划算吗 老三 你是一个不错的军人 在玉西的刀客当中 也算是最会算计的一个了 这么简单的道理 你怎么就不明白呢 那个 我知道 你是想为大尼儿报仇 你心里面还有他 你别整他没用呢 人是要讲感情的 但是绝不能感情用事 日本人欠咱的血债 必须要还 但是这个事情交给我们来做 我就掌握明白了啊 为什么每次都是你有礼呢 老三 有的时候啊 能听进去道理的人 比会讲道理的人 要聪明 西门口 咱不去了 不去了 不去了 三哥 为什么啊 你咋就不去了 这都准备好了呀 是啊 这不是说尽的事怎么变了 怎么那么多废话呢 这打日本人 是八路军的事 咱石泉寨是刀客家族 刀客就得做刀客该做的生意 卢村 卢村 是李万中的老仇 这些年的坑蒙拐变了不少吧 既然他一心想做汉奸 才成全他 老少爷们儿行吗 听三爷的 是 听三爷的 我跟我亲亲说好了 一会儿开饭的时候 他会上警台上挑水 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进宫了 不会有什么变化吧 不会 我亲亲家也被日本人糟蹋过 三哥 再安了 李万中现在应该在石门镇呢 家里就是几十个人的护员队 打下来应该没有问题 天一黑 咱就摸走老巢 我已经踩过点了 西边的远墙比较低 爬进去没有问题 还是那句话 一旦失手了 谁也不许说 自己是石门镇的人 好嘞 出来了 那个挑水的就是我亲亲 咱们可以进宫了 准备战斗 准备战斗 来 去吧 走 出来了 离家 谁 我们是八路军 那是抗日的队伍 这李万中 他自己不抗日也就罢了 还带着日本人杀中国人 这他们叫什么呀 那他们是罕奸 不过呢 这八路军他不杀俘虏 我今儿饶你们一命 记住了 给李万中带个话 要是继续当汉奸的话 老子剁了他脑袋 当夜胡佣 听见没有 听见没有 是 韩哥 韩哥 叫我白团长 还白团长 外团的正规军了 人数不少呢 撤 快撤 快 我根本没有不信啊 小心点 再搞了 韩哥 你回来 危险 快撤 靠君 你快撤 快撤 别撤 你快撤 再来 气撤 就这么ря了 三哥 快撤 走 走 撤 快撤 三哥 后方 三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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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踏路 三哥 你答应啊 老爸 你给扬拼了 老爸 北丸中已经带人从远处赶过来了 赶紧带人撤 赶紧带人 三哥 三哥 二哥 三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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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大妮儿 你熬了一宿了 我去歇会儿吧 她死不了 她命大着呢 她以前被手榴弹炸过 所有的人都以为她死了 结果还是好好的活着呢 大妮儿 她属猫的有九条命啊 你放心 我们的军医很有经验 她会想办法的 王主 那个我三哥咋样啊 会不会死啊 放心 放心 怎么样 子弹已经取出来了 但她失血太多了 恐怕 那我们已经进了最大迷 至于能不能活过来 就感到自己了 有多大的希望 可以说非常妙妄 除非秋千奇奇 你和他们交过手 应该知道是谁干的吧 教官 敢在我李万中嘴里拔牙的 在黄石界 只有一个人 那就是于老三 是 是他干的 不过他已经死了 死了 是为我打死的 他们已经不把我当于家的人了 我自然也不会有什么顾忌 长官 已经调查清楚了 上官开机投靠八路 难怪在市门口据点 没有发现一具自卫团的尸体 这个混蛋 长官 我愿意亲率四团 围剿上官开机 暂时还没有这个必要 为什么呀 我早就说过了 消灭八路军那是日本人的事 我们过早把势力拼光了 再预期 我们将会没有立足之地 谢国城 到 他们没有怀疑你的身份吧 应该没有 这样 你还是回到上官开机那儿去 长官 这不合适吧 他们已经是八路了 他们可以是八路 你为什么不可以呀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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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是 是 这 是 是 你上次批评我 有私心杂念 我承认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 我们不能带着 私心杂念去革命 但是也不能完全 不讲个人感情 在某些问题上 有私心未必就一定不好 人是感情动 如果连骑马的感情都不讲 那我们就不是人了 你们真的让蛇娃照顾鱼画龙啊 对 丹妮 云霞现在还不知道这个事情 我建议你也先不要告诉他 老三现在还处在危险期 咱们不能让孩子分心 我明白 我都懂 白大哥 谢谢你们 这照片放这儿不合适啊 这有啥不合适的 莲花姐这屋 已经多久没住过人了 这一惊狗阴森的 惹罚一个女孩子 哎呀 她是革命的人 根本不在乎这些 再说了 这 这照片上的人是谁啊 这是她娘 你可以这么想 人家孩子不会这么想啊 我不管她咋想 反正我就得这么做 你这心 就是铁座 哎 鱼八爷 你干啥呢 赶紧收拾收拾 以后让银霞早点休息 这都两天了 铁人也熬不住了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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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鱼老三死了 千真万确 听说他带着鱼家的人 跟李万中做生意 结果 被李万中的部队 给包围了 死了 鱼老三终于死了 你知道 杀鱼老三的人是谁吗 谁呀 就是你的儿子 鱼定邦 定邦 这可是 鱼定邦手下一个脸 长亲口跟我说的 包围鱼老三的部队 就是鱼定邦带去的 鱼老三 也是鱼定邦亲手杀的 报应 这就是报应 好儿子 你终于替我们报仇了 这只是个开始 好戏还在后头呢 石泉寨没有了鱼老三 就像是一座 没有大梁的房子 坍塌毁灭 那是早晚的事 老青啊 我儿子呢 我儿子他现在在哪儿啊 听说他们团部设在鲁村 那赶紧背车啊背车 我要去见我儿子 背车 我住这儿 这是你自己儿的家 我住这儿住哪儿 再说了 你还要照顾 照顾伤员呢 这太奢侈了 我住不惯 那你从小就住在这儿 你娘也一直住在这儿 那有啥住不惯的 你不会是害怕吧 我怕什么呀 我就是想知道 你到底啥意思 让你睡自个儿家 还能有啥意思 那是你的意思 可我从来都没有答应过 行 那你就当是住老乡家 房东家 总行了吧 你歇着吧 我给你包饺子去 不用 你不要给我搞特殊话 我现在所做的一切 都是在执行上级 交给我的任务 行 都听你的 还有 我现在是一个八路军战士 以后你们吃啥我吃啥 我会定期交给你们饭钱的 那哪能行呢 你照顾你爹 你还交啥 交啥饭钱呀 你说啥 我爹 这莲花是你娘 那你管她叫啥 我再重申一遍 行了 我就顺嘴那么一说 你歇着吧 给它 给它 唱 嗯 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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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丁邦 丁邦 你是不是投了日本人了 娘 你来干什么呀 你回答我 你是不是投靠日本人 给日本人当汉奸了 我没有投靠日本人 我只是曲线救过 你别糊弄娘啊 娘明明看见 你跟日本人在一起的 娘 我忙得很 你要没有什么事的话 就先回去 现在世道乱得很 没有事 别往外跑 于老三是不是你杀的 这不能怪我 是他自己撞我枪口上 你不是一直想杀他吗 我替你报仇了 你应该高兴才是啊 娘本来是该高兴的 可是娘现在一点 都高兴不起来 为什么呀 你现在投了日本人了 就等于是日本人 杀了于老三 那他就成了英雄了 英雄也好 狗兄也好 总之他死了 娘是盼着他死 可是娘不希望他当英雄 娘更不希望你当汉奸哪 来人 丁邦 他和娘送回谢连池 是 夫人 最后一给我 决定 行吧 乘巴 云霞同志 他啥时候能醒啊 我也说不清 但是按理说 根据她的伤情 恢复得挺正常的 应该快醒了吧 这都好几天了 你回去休息吧 我看着就行 你也好几天没合眼了 我已经习惯了 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 你不用感谢我 这只是我的工作 我的职责 神娃 我知道你恨她 我恨她是我自己的事情 我帮助她是我的工作 公事私事 我还是可以分得清楚 神娃 有些话我不知道 该不该跟你说 那你就不要告诉我 我对你们瑜伽的事情 不感兴趣 我怎么又当罕见 他没有投靠日本人 太夫人 太夫人你怎么了 她没有投靠日本人 我儿子没有当罕见 她没有投靠日本人 对对对对 我儿子没有当罕见 她不可能投靠日本人的 我儿子没有当罕见 她没有投靠日本人 行了 这都一整天了 翻来覆去就这一句话 她说你儿子给日本干不挺好吗 最起码日本人不会糟蹋地喷你 那她进不了祖坟啊 她死了之后 死了之后就是孤魂野鬼了 现在也进不了祖坟了 早就被瑜伽赶出祠堂了 那怎么办呢 那瑜伽会不会杀了我儿子 放心吧 那于老三都死了 除了于老三 没别人有那么大本事 能杀得了你儿子 这瑜伽一直和共产党 他们有勾连的 那葛特尼的大哥 还是共产党的长官的 他们一定不会放过丁邦的 那就没法子了 生死有命 看他自个儿造 不行不行不行 丁邦不能死 我儿子不能死啊 小队 他没事 丁邦不能死 好 给爷泡杯茶去 热水我给你倒好了 你洗洗脸 解解发 我留下来是负责照顾别人的 不是让别人来照顾我的 你以后不要这样了 饭在桌子上趁热吃吧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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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这件事情确实间接地伤害了于老三的妻子 高莲花 从这个意义上讲 你娘的做法虽然难以接受 但还不是不能理解的 毕竟这是一种善良和朴实的表现 我知道你是个可怜的女人 我也很同情 我可以代替我老爷向你道歉 但是我没有办法送你的女儿 因为你是于化龙的妻子 对不起 请你原谅我 你找我啊 是 什么事儿 我送你一样东西 我不愁吃不愁喝的 你送我啥呀 你看 你这是啥意思啊 听说于老三死了 你不是一直盼着他死吗 不是我盼着他 是他本来就该死 人活百岁总有一死 你也会有这么一天吧 是谁把他杀了 哪位好心人替天行道了 你觉得日本人和汉奸是好心人 你觉得他们这是替天行道 还有那么好心的日本人和汉奸呢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棚子大了 还有五条腿的骡子呢 那你知道是谁吗 我也得好好谢谢他啊 是谁我们会去找他 就不用麻烦你 我想吃点啥喝点啥 我给你倒杯水一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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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她呢 热热了啊 嗯 她昨天一夜没睡 在堂屋休息 我给你交代姐妹吧 嗯 让孩子好好休息吧 她不是一夜没睡 她是两天三夜都没喝眼了 你咋知道的 嗯 嗯 你早就醒了 啊 你这是装昏迷呢 月儿啊 真好 让闺女伺候的感觉真好 真香 多爱极强 多受气自杀 别别别 说啥呢 你真感觉好 我白配了多少眼泪 担心死了 真的 看着她在我身边啊 没人没人伺候啊 给我检查 给我声援 我就确认 她不是把我当声援 是把我当金蝶 美的你 她醒了 她醒了 她啥时候醒的 你怎么不告诉我 御家同志 我也是刚刚才有点知觉 听月儿说 这两天醒到你了 老乡 麻烦你躺好了 我要给你检查伤口 去吧 丁王他娘 世上没有解不开的疙瘩 你这心里的仇 什么时候才能算完 老话说 人不死账不烂 我的说法不一样 这人死了 账也烂不了 贾当宁儿 你要是比我先走一步呢 你就去阴曹地府 告诉于老三 你就跟他说 托转转 大宁儿 你干啥呢 赶快回去 三哥醒了 啥 我就说老天爷有眼吧 三哥死不了 快走 有儿子 乱 未经许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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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再来